好,我們現在就要去解解這個控煉島的凶宅的支線劇情 凶宅就應該是在這間 對,桃宅 剛才那個是什麼來的? 是火子兵團? 那個是精靈來的 他看起來很疑惑,很困惑,我要回去找其他人 看著 嘩 寶 寶 寶 他被一些小石砍打死了。兇 兇兆 他就死了 OK,那我們一下地瓜 很難相信這邊曾經是豪宅 好了 一如既往都是這隻的 哥達 我們就來看一下那些東西 已經有蠟�咀火龍 這個呢 你不想聽聽這個精靈豪宅的故事? 好! 這個豪宅在過世之前 豪宅去世之前是什麼意思? 是屬於一個富裕的家庭 然後他變成了一個旅遊聖地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來到這個地方進行參觀 然後有一天這隻神秘的精靈將這個地方完整完全消遺了 就是這樣嗎? 故事未免太短 故事未免太短 那消遺了為什麼現在還在呢? 這個妹妹在哭了 你當失路嗎? 先生我幫不幫我?當然了你發生什麼事? 是有個壞人綁架了我,是他帶他來的 我的精靈通過瞬間把壞人帶走了救了我 我不知道我的精靈在哪裡,我很擔心 他的精靈會不會就是剛才看到那隻呢? 不用擔心,我是穩定的精靈 如果那個壞人回來怎麼辦呢? 相信我,他不會 寶 嘩 那隻是我的精靈 我去幫你帶來的 快點抓住他吧,先生 不用擔心你現在安全了,讓我來 不要碰他 大目博士 什麼?他消失了,你碰了他嗎? 沒有,我還沒碰 謝謝,謝天謝地 你剛才看到的精靈是布希 布希 對呀,他相當稀有 當地球和其他五十個行星,包括太陽和月亮對齊的時候 布希每四十年就出現一次 這個是通往幽靈世界的門時間 他是幽靈嗎? 對呀,但正加壞 布希就好像一個死亡的預兆 不是警告旅客死亡 布希故意令旅行者死亡的一些新聞發生 他怎樣做到的? 通過右撇旅行者按自己的意願捉摸他的頭部 一旦發生,旅行者就會心甘情願地把死神聘請入他們的身門 所以那個女生是 那個只是布希製造的幻覺 哦,你知道真相 哈哈哈哈 我們不能被這隻東西亂走 好,首先我們關閉了這個死亡之地的入口 我們不希望有更多布希來到人類世界 好,我們去找傳送門 沒那麼容易 入口不是一個肉眼可以見到的黑毒 他的一個物體更加像一個是一個媒介 你接住活人的土地和死人的土地 雖然在這個領域裏面的東西,但跟死亡亂是有關的 十二號道路的屁股碑 一定在那邊等我 好,總之很複雜地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來過 當然那時候這裡還未衰敗 好 剛才大帽博士就提及到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 每四十連一次的時間點 他就會觸發了一個 觸發了一個事件發生 就是 會開了這個 就是當成了這個地獄之門 是嗎 對 你們是不是變位 這麼爽便 這個 我在這裡見過不少鴨嘴火龍和這個毒氣員 羅勒 這個名字 這麼熟 應該是說他的樣子這麼熟 這裡做什麼 沒有了 我接觸的每樣東西都變 但是要不要看我 眼石頭 好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去十二號道路 現在 好 轉眼間我們就來到十二號道路 現在就要去找大帽博士的傳送門 是嗎 是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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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傳送門 緊貴緊貴 啊 野生的緊貴出現 不能抓 我們直接 報恩 啊 地震 啊 水流噴射 好了 讓我封起他 列長用妖精之風 看出來了 是報氣 哈哈哈哈 在純白鎮那位漂亮的女士 她是你媽媽 不是嗎 啊 哈哈哈 親愛的 你敢傷害 你消失族 我們要盡快回到純白鎮 蛤 媽媽 氣死回生 好了我們走吧 什麼怪 小女孩你當失落 好害怕 不用怕我們在這裡等你媽媽回來 但是我的精靈跑掉了 如果我不將他找回來 媽媽會生氣我 哦 是不是你的精靈 我幫你抓住他 哎呀 多謝你 好的 我們現在回去了 救媽媽 突然之間我們的母親 起死回生 好 是不是在我們的家裡 咦 有了 媽媽 太遲了 太遲了 Oh No 她碰了報氣 我在這裡等你消失 報氣 什麼事發生 咩咩咩怪 是代表好運的精靈 你不知道嗎 我明白了 咩咩咩怪的好運 可以抵消了我 這個報氣的霉魂 黑魂 咩咩咩怪是代表好運嗎 她那個金牌 你怎麼知道 在我遇到你父親之前 我以前住在一個地方叫奧雷 周圍都是報氣 每個人都有一隻咩咩怪 來對抗報氣的詛咒 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現報氣的詭計 報 現在你的機會來了 蛤 要我碰 這隻就是報氣 捉了他 捉了他 我們換隻蟲就捉了他 咦 又有沙地獄 好啦 這隻40咩死定了 讓我打一下 我們一定要捉到他 大家搞定 這個孤獨的精靈來到這個人類世界 但如果有誰碰了他 就會在不久後死亡 有兩隻咩咩咩咩咩咩 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他家 好開心嗎你沒事 你真的太貼心了 謝謝你 不用客氣 梅拉高很高興 你平安無事 多謝大木博士 你知不知道 報氣可以帶來死亡 但我認為他們只是寂寞 他們只是希望人加入他們的行練 即是加入他們的生活 並且在自己的領域當中和他們一起玩 接著報氣的訓練師似乎不會受到報氣的詛咒 其實比較像是想捉了一隻報氣來 和他生存 多謝你的提醒 我不知道你是澳雷地區來的 你之前沒看過 那個地方過去和現在都是地獄 如果我們還住在那裡 我們兩個都沒辦法生存 我們最好忘記他的存在 我知道了 好了 現在累到休息了 空嘯支線編章結束 媽媽已經不存在了 這裡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我們這個支線就是完美浪漫了 平均 坐在那裡 我們要學習回答